我们看到就将在本月21号 将会被纳入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周一股价是升到了 648块7毛9的一个创新高的位置 市值也是首次突破了6000亿美元大关 但是正是随着股价的节节上扬 特斯拉昨天宣布 将会按照市价来配股集资 不超过50亿美元 那么这将是特斯拉 自9月以来的第二次配股了 当时集资规模同样也是50亿美元 也是受配股消息拖累 特斯拉股价当时在早段跌超过2% 但是之后股价又倒升 之后收报是649块8毛8 那么继续创收市新高 今年以来特斯拉股价 已经是升了超过6倍了 而且面对了两次配股的一个消息 市场反应仍然好像 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个负面回应 想问一下催行 特斯拉连续的一个配股情况 你会怎么来理解呢 其实对于一个新兴或者是说 整个整体增速来说是 市场预期是非常好 或者非常高的一个企业 或者行业来说的话 他们去做一个急速配股的话 其实市场是愿意去买账的 尤其是特斯拉的这种 是一个属于一个新兴的 一个行业的龙头 尤其是它有很多的一些概念方面 也是获得市场方面的一个认可的情况 在这里的话 它去做一个急速配股的话 而且是用在它的一个刀刃上的话 其实我觉得市场是认可 尤其是现在还没有 就是真正的进入这个标普500次数的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对于资金的一个流入的话 其实是持续性 所以它在这个情况来做一个急速配股的话 就跟9月份的时候有一点不同 9月份的时候它配完 其实还说是有一定的一个整部 或者调整的情况 那昨天的话 其实调整了这么上 就一半的一个交易日的一个时间 左右其实也不到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主要就是今天 其实一般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个调整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没有进入就是标普500的情况之下 资金还是持续的一个流入 直到是说它真正进入标普500之后 资金可能就是在前面已经复局了 一些聪明前一些资金的一个情况 在它进入之后 就会有一些获利的一个情况 令到它才会有一定的 一个比较的一个情况在这里 但是我们来结合到上一次 在9月2号当时的特斯拉的配股 是令到股价从400多块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深年的回调 达到370附近的一个水平吧 跌幅其实也是不小的 那么这一次又是一个配股 但是市场反映目前来看 还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个反应出来 而您也提到 在未来12月的后半程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加入标普 成分股指数这样的一个动作 等到届时真正这个消息落地之后 短线来看您觉得特斯拉方面 会不会出现一个短线一个 消息落地之后的回调情况 投资部署方面 您的一个意见看法会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 股价当然是存在的一定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泡沫在这里 你如果以长期来看的话 当然还是要看它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 然后有持续的一些增长给到投资者的话 那如果以长期来说就很难去断顶 但如果你说里短期的话 那是有一定的情况在这里 但是你就跟港股的一个情况一样 你比如说小米去入这个染蓝的一个情况 你很难说它的一个就是入标 就入很蓝 染蓝之前它的一个上升的幅度去到哪里 大家对它的一个买账程度去到哪里 只是说它的股价是直接去突破新高的一个情况 因为资金尤其是像它这么大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市值这么大的一个情况 它要去纳入这个标普 虽然有500只 但是它纳入标普来说 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一个资金去进行调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些主动性的一些资金的话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还是愿意去买账 只是你说去到21号之前 或者能够有多少的一个升级的话 其实就完全是交给市长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去买入的话 你首先就要做好一些风险的一个管理 或者一个风险的一个行李准备在这里 它是有机会去进行做很好的一个动作在这里 尤其是它真真正正正像你刚才说的 一个靴子过地的话 那个情况的话 还是有机会令到它的业务 应该会有做很好的一个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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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